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像人猿果 也有些像龙猪 绝对是别名为假龙猪的地命果 什么 地命果 这种东西绝对不比太过神药差呀 大黑狗听闻被气得直叫唤 突飞也是满脸震惊与遗憾 怨天使果然逆天 随便留几个石器都是这种东西 真的堪称神脏啊 但是 他大爷的 被什么可怕的东西截足先登了 张五爷与王叔还有二愣子 虽然并不真正了解这些奇真 但是 却可以感受到叶凡他们的心情 知道一定是绝世神物 太古神药 地命果 都是叶凡无比渴望的东西 可以救小婷婷的命 然而 却都被吸走了惊气 让她无比的失落 袁天使留下的神脏竟然是一场空 让她充满了遗憾 这一切实在是太可惜了 第四块石料中 是一株石化的小树 众人一脸麻木 不用想也知道 绝对是逆天的神物 笨黄的心都在滴血 以大黑狗贪婪的心性来说 这确实是她的真实心理邪照 还有没有天理啊 阅天使的神脏啊 到底被什么东西偷走了 土匪也充满了遗憾 这些东西呢 如果齐初是 绝对会震惊天下 不要说诸圣帝的圣主 就是中州的几大皇主 都要折腰相求 历代老圣主与老皇主坐拥亿万里江山 晚年想得到一株太古神药续命都不能 只能自己出没大荒种 事实上 没有听说过有人成功寻到 可是 昔日的元天使留下的神脏 竟都是这样的逆天神物 想想就让人震惊 连续切开几块石器 都是这种绝世奇珍 任谁都不能平静 充满了不甘 这种东西 如果齐初是的话 恐怕上天都不容 因为每一株都可以逆天改命 叶帆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如果真让他得到这些太古神药 他反而觉得不真实了 根本不现实 本华现在相信了 冥冥中 真是有个混账暴天天物啊 这样的结果没有人不叹息 张五爷突然开口 上次不是切出人缘果了吗 也许还有一楼 并没有都毁掉 属于张五爷家 也就是袁天使留下的石器 只剩下了八件 在这几块石头中真能切出京士奇珍吗 几个人都没底 切开 全都切开 本华有一种直觉 很有可能会遗漏下什么无比重要的神物 说不定就是一种太古神药 大黑狗窜夺 大黑狗窜夺叶凡让他动手 恨不得立刻切出京士奇珍来 天色阴霾 冰雪呼啸 壁炉中的木柴 琵琶琶作响 火光跳动 屋内很暖和 几个人守着八件石器准备切开 你们退后一些 叶凡事宜几人后退 虽然过去万余年了 但是这些石头中还有一些诡异的力量 咔嚓一声 第一件石器被切开 石心流出一些灰色的粉末 如沙子一样洒落一地 几个人凑到近前 这是什么 面面相去看不出是什么 这肯定是好东西啊 不过精气被吸走了 只剩下粉末而已 不然的话多半会是 生死人肉白骨的神物 就连叶凡也不能断定 这到底是什么 不过也没有必要深究 因为它已经没有价值了 接连切了四件石器 石心或者中空或者石化 七真净化皆不复存在 当第五件石器被切开一道缝隙后 一股阴冷的气息冲出 比窗外的冰雪天地还要森冷刺骨 让人认真的心计 切出好东西来了 终于不再是空的了 土匪惊道 大黑狗眼中光滑闪烁 身体微浮 一看就是准备扑上去抢多 叶凡袭了他一眼 老实点啊 你别什么都想抢 放心吧 盘黄从来不干那种不厚道的事 大黑狗一脸的人畜无害 咔嚓一眼 第二刀落下 缝隙又加大了一些 冰寒的气息更刺骨了 同时有点点神圣光芒射出 这有好东西 土匪惊呼 张五爷与王叔还有二愣子也都吃惊 全都睁大眼睛盯着叶凡手中的那件石器 大黑狗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又扶着身子向前 挪动了几步 一双大爪子都快探出去了 一看你就没憋好主意 是不是真的想抢啊 大黑狗露出一副不屑的样子 本皇是那样的人吧 从来不做那种事情 我向来是以德服人 就你 还以德服人 叶凡懒得打击他了 放心吧 本皇不是那种人 本皇 不干那种事 大黑狗一脸忠厚的样子 叶凡不再多说什么了 第三刀落下 神圣光滑流转 一出石器 让他染上了淡淡的金色光彩 屋中寒冷刺骨 几人如坠病枯 不对劲 有狗怪 别动 大黑狗突然说道 屋中几人都为他惊得一阵 图飞等人接退后 你发现了什么呀 张五爷问道 大黑狗不达方头大尔 一脸凝重之色 同龄大眼瞪得很 圆向前探头 挪动脚步 妈的 死狗太缺德了 竟真是想抢宝贝 图飞在旁大叫 大黑狗呢 非常不厚道 故意危言耸听 抽不冷子扑了上去 雕筑石器就跑 动作极快 图飞气急 张五爷与王叔 还有二愣子瞪着大眼 目瞪口呆 都想吹他 但大黑狗非常滑溜 一溜烟就冲了出去 几人都没有拦住 追呀 这只缺德的狗 连自己人都抢 别追了 里面不是什么好东西 几乎是同一时间 只听呃呜一声 黑黄惨叫 像是被人踩住了 吐尾巴 非常的凄厉 将数十里内的野狼 都给吓跑了 几人走到屋外 见到大黑狗 正在口吐白目 浑身的毛发 都立了起来 支愣着 跟刺猬似的 显然是受到惊吓 小子 你是不是早就 看出来了 大黑狗气急败坏的喊着 哼 我看出什么来了 你咳我 大黑狗脸都绿了 狂吐不止 几人走到近前 二愣子将碎裂的 石器拨弄开 咕噜噜的 一颗头颅 一下子滚了出来 所有人都倒退 唯有黑黄 趴在雪地上干呕 苦胆都快吐出来了 刚才他咬碎石器 差点将这颗头颅咽下去 天哪 石器中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 长五爷与二愣子倒退 差点坐在地上 这是太古生物吗 土飞惊疑不定 这是一颗干瘪的头颅 只有一层老皮贴在骨头上 头上有一些野草般的枯黄色乱发 非常的稀疏 阴冷刺骨的寒意 正是他发出的 在碎裂开的石头中 还有一些神圆碎屑 在雪地上闪闪发光 将这颗头颅衬托得更加猙獰 大黑狗恶狠狠地盯着叶凡 小子你是不是故意的 他露出了杀人般的目光 我还没切开呢 是你自己抢过去的啊 活该 谁叫你这么贪了 见宝贝就抢 完全是自找的 黑狗气急败坏 一阵嗷嗷叫 惹得石寨中鸡飞狗跳 行了行了 别叫了 母狼都让你招来了 活该 就你贪了 没有人同情他 皆笑了起来 就连张五爷都摇头 大黑狗郁闷无比 自知理亏 蔫不溜秋的 啃雪漱口咕弄道 妈妈的 本黄这么英明神武 怎么总是倒霉啊 这老奸巨华的狗 真是极品 让人无话可说